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我是不谈的 吴隆尔也是北美两个会员最多 而且影响力最大的两个组织 北美华文座家协会和海外女座家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所以他等于为北美的华文学做出了非常主要的贡献 他经常在北美 南美 东南亚以及大陆演讲 每次开口基本上满堂欢喜 欢乐开怀 笑声飞扬 他用机智和幽默的智慧 用语言 用文字告诉我们人生应该永远快乐 也给我们指出了一种人生的道路 他的文笔按顾生浩先生专门评论 他过去的一个文学评论家讲 他以幽默建厂 为海外最受欢迎的畅销作家 死中的读者遍布全球 频频打破当地演讲 通行人数的最高数 笑声最多的记录 我曾经邀请过他两次演讲 一次在达拉斯 一次在富豪城 我可以证明这一点 绝对是破了这个乔社 活动的记录的人数 那他普作的题材和他写的 这种海外华人在海外生活的 这种酸甜苦辣 是极为深刻 以幽默为道路 但是以这个深刻的反思 为背景 所以在研究我们这个海外 华文留学生这一代历史 胡立瑶的作品是不可或缺的字 其实 胡立瑶的婚姻也是令人羡慕的 美满着家庭 让他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 专心致志的写作 和谈讨人生 我认识他先生的是在报纸上认识 陈安平的作品 首先吸引我是八十年代到美国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文学 都是通过世界日报复刊来看 那后来才知道他是 加州大学电脑的博士 而且他们也在硅谷创业成功 所以他等于说夫妇俩 都是在文学方面的才子 那陈安平先生也出过几本书 所以陈安平先生的整个的道路 是我后来到美国以后 一直的人生楷模 就一边做理科一边写东西 那最后呢 为乌鲁瑶的介绍 大家网络上百度上 谷歌上都有 所以我就不说 还是把深圳海报上陈安平写给 太太乌鲁瑶的情诗作为解释语 五湖四海 我和幸运千山万水 与你同行 谢谢大家 谢谢少爷老师 我们觉得情感是人类 对前进的一个最大的动力 特别是亲情 爱情 友情 对于一个人来说呢 是一个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吴灵阳老师呢 的确是享受了所有的一切 同时呢 也把这一切 以幽默生动风趣的形式 画为力量传达给五湖四海 他走过世界上很多的地方 然后呢 把这种正能量快乐的力量 传达给了每一位听众 每一位读者 下面呢 有请吴灵阳老师讲讲他的展目 声音没有打开 吴灵阳老师 吴灵阳老师 他的声音没有打开 陆冰 姐姐 姐姐吴老师 姐姐吴老师 对不起我打搅一下 那个线上直播好像没有打开 有人在管线上直播吗 线上直播现在好像没有打开 陆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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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人没有静音啊 有人没有静音 拜托 对 你是让我打开谁李老师 打开吴灵阳老师的 然后你看一下 不能转过去 吴灵阳老师 他自己不能 我已经要的请求解除静音 要他自己打解开的 他解除不了吗 看一下 应该能解除的呀 我已经点了请求解除静音 但是他自己要点一下 他自己的电脑上的静音的开关 现在请吴老师自己点开 那个解除静音的开关 是吗 现在已经开了吧 开了 好 大家好 我是吴灵阳 感谢张培先生旗下的文教团体 替我主办了这么大一个活动 也要感谢各位文坛千进 像邵军老师 陈瑞琳老师 都好多好多都 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那那个纽约作家协会 华谷作家协会 北德州 什么 硅谷的 那个补书会 还有北云女基金会 都花了很多的鲜血来安排这个活动 让我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感觉常到 谈谈幽默乐观 在生活里的重要 还有我平时观察到的 幽默处处有的例证 我们从幽默理论到日常生活的应用 其中的笑话 希望能够在这个疫情期间 再给大家有点疗愈的作用 那我第一个要讲的是幽默之必要 快乐之必要 幽默之必要 快乐之必要 OK 那个 我这个 OK 可以了 好 这个幽默 我要跟大家分享 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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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别慌 请那个组织人 把大家都mute 可以吗 好多杂 哦 幽默是一种非常 你了解 请你在那个 把你的麦克风 on mute 那边再按一下 因为刚刚他们主持人好像把你的也禁掉了 哦 现在可以了吧 好 我现在要特别强调说幽默是一种非常优秀的品格 他要是我们有幽默感 我们善于发现生活里的快乐 使身体健康 心情舒畅 像美国独立宣言里面特别说 人有追求快乐的权利 那王尔德也特别说 快乐是唯一值得活乐 不管你多么有钱 不管你多么有成就 要是你不快乐 你就等于白活了 哦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是特别强调 尤其 我们 我来美国之前啊 那个 我 我们所说的效益 不是这样啊 用在中华民族的传宠里面 哦 人生的意义是立德 立言立功 在快乐扯不上关系 所以 中华先贤他不讲究快乐 而讲究人理道德 要讲究吃苦 你要生存 所以要做 你为了要成就一些事情 吃苦耐劳 变成了先杰的条件 像孟子说 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 苦其心智 饶其筋骨 饿其体肤 吃得苦功苦 方为人善 我们每个人都吃了不少苦 可是我还是个普通人啊 哦 所以我们失落的天真 不知道怎么样 可以不带负担的快乐 哦 那这点说 我到美国来才开始 努力的学习 要要怎么样的来学习 这个幽默的重要 那时候我曾经住在 Beverly Hills 有过学习幽默的经验 一位邻居有一位 John Collins的姐妹 叫做Jesse 她是专门写 好莱坞romance的名作家 她带着我 见识和在这个名人之城 有很多事情 随着她我去过 热热大当的 许进明星联谊会 还有笑话工厂 在那里都看到很多刚出炉 还没有出名 追求明星们的表演 在那个场合里面 人人都还笑得很开心 学习到很多东西 她像我一个导师一样 随时提醒我 要仔细观察 然后要体会 再推崇那种美式幽默的特色 她说她自己写小说的时候 把海明威的理念都挂在心上 然后就说 那个写作的技巧中间 最重要的是要有同行心和幽默感 她说幽默是一种技巧 能够为文学 败了全点金的效果 其实美国是一个泛幽默的国家 他们认为幽默是一种正能量 生活的必要 是一种修为 后积勃发 知识累积的一种基地 更是一种为人处事的良方 在这个土地上 你要把这门功课学得好 你才会 Lib well Love often Love much 要活得好 笑得开 那爱得多的境界 他们可以不做优秀的人 但是他们一定要做一个幽默的人 他你要是说他不优秀 他说话了 我就是这样的人 但是你说他不幽默 他会很生气 好像他的Life is miserable 所以是常常在各种场合 他们都想要表现一下他们的幽默 他说幽默可以人一人之间 可以增加那种亲密感 笑声可以传递关怀 笑意可以温软人心 笑法可以掌握局面 要是说他们不幽默 无以为观 一点都不为过 他们随时考验要备战 考验自己的智慧 像一堆人在一起不认识 然后在萍水相逢的人 在一起在等电梯 总有人要讲个笑话 如果真有人笑了 他就自我感觉良好得意非凡 好像make my day 用幽默的方式来表达一种意见 用笑声来批判 那个褒贬自己的境遇 是应该算是比较健康一点的生活方式 那时候我在学校里做一工 在德里游那学校里做一工 我还看过Andrea 久利 他厚厚的嘴唇 那时候还没有出道 还是学生 很漂亮 很有性感 又很有组见 后来他嫁给那个英俊的男星布莱德比特 当然最近婚姻起了问题 布莱德比特曾经说过一句话 很有名说 幽默感比性感更重要 他认为婚姻里面幽默感比胜过性感 那个还说一个人要是没有幽默感 那也不性感了 更没有感性 那就感到非常不幸的 像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在做护士 他们都要去学习 学习怎么样幽默 用幽默的方式来对待病人 他们写他们每个礼拜 他说要一定要让客人笑 他说一个字 WEEK 是一个星期 要是一个人很弱 WEAK 他说要是你一天 一个礼拜不笑 你会become 非常的weak 他们用这个来 那个劝人要多笑笑 为生活增加幽默 那可是那个 那个我们有时候 以前手术的教育常常是 人生不满板 常怀千古忧 有心灵受伤的后遗症 所以那时候以前都教我们 要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所以学校变成我们这一代华人 很特别的功课 我们要努力 那个可是偶尔我们也会发现 其实很多高手在民间 在那个你要说都幽默 那我第一次第一次去大陆的时候 是到河南的那个少林寺 那个看到一个老先生蹲在地上 我就跟他聊天 我说你会不会那个武功啊 他就啪一摇而起 他说喝过少林水都会踢踢腿 吓我一跳 哇原来是说何必敢怒不敢怨 痛快全靠顺口溜 中国农民的那个很多 他不满的发泄方式啊 有时候一开口 哎呦都可以压印的打游施 那有所谓的太白斗酒施百片 农民只吸半袋烟 而且这样的加起来 就中国人多世人多 一人一手比心多的说法 所以这是民间的亮点 那个那想起来以前 他们随便一说都是挺幽默 我像记得武士的时候 梁石秋他害人家打比仗 有人就哎呦 用他有人就对他说 哎呦梁石秋你怎么这样子骂人啊 梁先生的回答是说 我从来不骂人的 他说我骂的都不是人 那他所谓的中国人 也是很厉害的 他有办法骂人不带张智 损人不失格调 逢人不加颜色 逢人也不觉得稀微 这是另外一种幽默的境界 不过幽默这个词啊 是一种多项 也是一种复杂的概念 他建立在丰富知识的基础上 才能够做到 谈之丰富妙言成趣 所以幽默也会使你成为 人生的赢家 那那个想想说 我们以前受的交易是说 不敢太快乐 可是想想也不见得 因为我们华人里面 很多俗话里面 也是鼓励人家 要多笑笑了 所谓笑一笑啊 十年少 你瞅一瞅你就白了头 笑门一开福自来 一日三笑百病跑掉 杜大能隆隆天下难隆之事 要持言长笑 要笑世上可笑之人 他说树怕剥皮 人就是怕无趣 古今多少事付诸笑谈中 他说黄金有价 可是你幽默无价 像有这样的俗语也不错 像以前我们之后的条件 都说要有钱 现在竟然是第一个 第一个No.1的Priority 是什么呢 要幽默 那个男人要幽默 你要是跟一个幽默的人在一起 你会很快乐 很天天很快乐 所以那个 那个美国也变成一种 泛幽默的国家 他处处都要讲幽默 不幽默无以为欢 那所以 可是想想看 我们也是 每个人每天在这边过生活 人生中 人人都有trouble 你要一直去烦恼 就make it double 所以我们要给自己 鼓励自己 不要活得太累 不要忙得太疲惫 想吃了不要贤贵 想穿了不要嫌浪费 心烦了找自己也会 咳睡了 就倒头就睡 心态平衡就是最美 天天快乐 才是大会 因为我们生活 一定要有个好心情 不是因为幸福才得笑 你笑了以后你会幸福 所以快乐不是一种状态 而是一种心态 所以不是好 生活好的人才有 笑是资格 快不快乐 常常在一念之间 所以笑口常开 就会青春常在 快乐不怕命来磨 那我还故意把它弄成一个 百善笑为仙 这个百善笑为仙 那再笑好健康 三笑你就好人言 对不起打断一下可以吗 林佑姐 那个线上现在有 那个YouTube线上有超过五十个人在等 但是YouTube还没有打开 那个你们刚刚说的主办的人说要 那个YouTube连线 现在那边五十几个人在等 可是这里没有把它启动 所以有五十几个人在那边一直等 一直进不来 可不可以请那个在处理技术的朋友 赶快去把那边那个连线打开来 有没有办法处理啊 我不知道主办的人 是哪位主办的 那个YouTube连线上面 很多人在那里等着 那边没有打开来 哦 那那个张先生怎么处理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这边控制不了 好 那我们要继续讲 不要被打断 继续讲 是不是继续讲下去 继续讲下去 继续讲 好那我们来谈谈什么是幽默 幽默是一种 像那个 以前我住在Bebeli Hill的时候 有一个Will Rodgers 他是一个Commidian 他也是做过Bebeli Hill的市长 他认为幽默是一种社会禁忌的烧养 他说一个人要是偷了一百块钱 你抓到他 把他送到监牢 可是一个人要是偷了一百万 你把他送到国会 这是讽刺国会里面的人 那个贪污的行为 那他是用这样子 他用幽默来那个揭发 那个社会很多的禁忌 用一种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 那还有幽默 是和热观是一种生活上的滑问剂 那幽默也是一种个性 一种艺术 我们要经常练习 那幽默更是一种高级的语言艺术 他可以带为文学艺术 带来画龙点睛的效果 而且他是暗示性 越高 你的艺术性就越高 像那个有时候随便那个 有人随便说一个什么 他怎么说呢 他说天为什么这么黑 因为牛在天上飞 牛怎么会在天上飞呢 因为你在地上吹 你看他就用含义来点破 然后幽默又像什么呢 又像美一样 只能体会不能言传 有人解释说幽默就像解剖青蛙一样 你把一个青蛙解剖了 说知道这是肺 这是胃 但是eventually的青蛙是死掉了 所以你不能你只要让人家自己去体会 而且他一再告诉我们 太严肃是一种病 这种病像什么呢 伤害就像辐射层一样 radiation一样 你在那个下面你不知道你太严肃 可是终究有一天会 会带来不好的后果 幽默也可以从心理学来说 也可以从文学艺术来说 那有人形容说幽默就像汽车的避震器一样 你就生活就可以少一些颠颇 要是你的避震器好一点的话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在日常生活里面要善用幽默 春有百花秋忘夜 夏有凉风冬听雪 心中若无烦恼是便是人生好时节 所以你就慢慢我们要让自己修炼成有这样子的修养 那林以堂也说 他说其实所谓的幽默 幽默是他翻译的 他说一个国家的文化 要是到了某一个城市 幽默会自然产生 所以我们也要常常练习我们自己 不要天天发脾气 天天发脾气一天就没福气 天天都生气 一定是找断气 但是笑虽是人的本人 人却不能在时时刻刻的下面都能笑 想笑一定要有在某一种条件下才能产生 所以我们要让自己有这样子的条件下 而且平时我们人生的烦恼很多不外乎说你放不下 你想不开 看不透 忘不了 所以我们尽量把这个会让你不快乐的事情把它那个 所以是特别强调我们现在年纪都有点大了 快乐巴夫洛夫的那个心理学家 他说快乐是唯一的养生的秘诀 所以我也要给大家讲说幽默可以帮助我们养生快乐一点 在我们平时的生活里常常是有很多幽默的只带我们去发现 就像这个像有一次我儿子差不多小学一点几的时候 我天天去接他回来的时候 因为走路就可以了就在家附近 我跟他走回来 哎呦就糟糕有一只狗一直在往后面 一直叫一直叫跟着我们 他好害怕我也有点怕 那怎么办呢 哎呀我忽然想着一句话说 哎中国人有一句话 我就教我儿子告诉我儿子 中国人有一句话是叫做 会叫做狗不咬人啊 没关系他不咬我们 那儿子就安心一点继续向前走 哎可是突然他说妈妈 可是狗知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有这一句话 万一他不知道我们被咬了 不是白白被咬了 哦 所以是你看 平时你们只要同约同约你就能发现很多幽默 所以是幽默处处有 还有最近我有些朋友 他们那个退休了 哎呀 他说退休总要有一个 那他们常常去旅游 有一次旅游 到了上海 上海那那个整个旅情团 就在旅馆的那个楼下 有一个卖古董的 那老板就跟他讲 你过来你过来 我有个好东西卖给你 哦 就是一个好漂亮的那个 象牙雕的那个 那个一个很漂亮的雕塑 哦 他说现在象牙已经不能够买卖了 我现在这个是以前存的 我卖给你 哦 这样哇那个人也看看 真的是很漂亮 他就给他买下来了 可是他回到那个 回到那个朋友 给他们那些团的朋友看 哎呀你怎么这么傻 这一看就像是塑料的 怎么回事啊 你被骗了 他就很生气 就第二天就跑回去找那个老板 那老板说 老板有好像说被发现什么东西 他说哎呀 那个我也不知道这个 这个这个大象这么小 就装了假牙 哦 他是这样子回答他的 那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他还花了一百万的人民币 哦 他去买什么呢 他也是收集古董 他去买了一个大清前农年制的那个 又是很鲜艳 纹理很清晰 做工好精细的一个一个碗 一个碗 碗的后面底下有一个很漂亮 那个真的是非常漂亮很细致啊 然后只是碗的那个圈圈 里面有一团字 像是字又像是花 他看不清楚 他说哪一天他要找一个 然后文物专家带一个放大镜 你看 看看里面到底那个花瓣里面是 隐藏着什么东西 哇就有一天那个 请来的老文物专家 拿着放大镜一照 哦 那个圈圈里面那个字是叫做 微波炉可用 微波炉可用 不可能在大清前农就有了吧 啊 啊 所以也就知道 那个像你收集古董 都是要 呃 要交有功课 要交学费的 啊 还有像那时候电视上很多健保节目 有一个朋友 他都说他买了一个西周的桃棍 啊 然后就要拿去给他健保 他们一看说哦 这不可能是西周的 是上周的 上个礼拜才做成的 哦 所以是 这很好玩的 还有另外说 我们其实处处 你只要 花一点心思 你就会发现 很多很多的幽默都在你身边 啊 像在美国 所有的街景都很无聊 这么一个加油站 那边一个 那个便利商店 很无那个 诶 可是你开车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个汽车贴子很有意思 像在台湾 我们只在公共汽车上 保持距离 以侧安全 哎呦 这里活泼多了 啊 这里还随便贴的 创上来 我需要钱 啊 那或者说如果你看清这一行字 表示你离我太近了 啊 那也有人贴 别看我开这辆破车 我另外一辆是Mercedes Benz 那也有做老师的后面贴着说 如果啊 你看得懂这些字 你要感谢一个老师 那也有人说 别老师跟着我 我也迷路了 啊 你也不需要跟他 就是只有这条路可以走 那也有看过一个 说女人是最好的领导者 你现在就跟着一个 啊 那也有人他要跟你开玩笑 故意弄一些那个 呃 不是很friendly的话 啊 他后面贴着说 我车技差 脾气大 啊 你要保持基于 不要逼我变形 那又上面贴着说 上 驾照我驾照是买来的 你看着办好了 哎呀 所以是也是很有意思 你只要处处注意 就很有很多 你会发现很多 呃 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幽默的事情 上次我到那个香港去 我看到一个美容院 那上面有有一个sign 上面写着什么呢 他是叫人家瘦身 啊 他有办法说把你变瘦 他的sign是贴的很大 沈殿侠进来 林青侠出去 啊 然后呢上面还有一个sign 写说假的美总比真的抽好 所以你还是来这边美容美容一下啊 那还有银行的广告 有很多说 在你不方便的时候 你来找我们啊 啊 跟我们借钱啊 或者说你大到不好意思 跟爸爸妈妈要钱的时候 也来找我们 还有另外要是你喜欢一个女孩子 那个 呃 但是没钱结婚 你可以来跟我们借钱结婚 你不要为了钱去结婚 因为你后来会发现 你付出的代价太大 哦 那而且叫你不要把钱借给朋友 你会损害他的记忆 而且会撕掉这个朋友 你把需要钱的人 这样介绍给我们 我们都彼此都很好 啊 那现在饭店门口也常常贴的 说请进来吃一顿饭 你和我都免一二食 只有你来吃饭 我才有饭吃 你也才有饭吃 啊 那广告呢 到处都是幽默 广告 在所谓的广告是怎样 他说要是你不做一个商品 你不做广告 就像是在黑暗里面 你跟一个女孩子眨眼睛 他也看不见 他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所以每一样商品你想要有消路 都一定要做点广告 想到不会有很多 你要是牌子取得有趣 就已经是一种广告了 像我在那个大陆看过 有那个卖内衣的那个牌子 叫做包二奶内衣 那大人的尿布 他叫包大人尿布 都很好笑 那我每次回台湾 我最喜欢到那个传统市场去 哇 他们每次叫卖的声音都很有趣 他说是 哎呀我这些都是名牌导电货 你穿了以后啊 阿嬷会变阿姨 阿姨会变大姐 大姐会变小妹 小妹会变辣妹 所以说你非买不可能 你看这么好的效果 那有一次我在深圳也看到 哇 一个熔乳的广告 好大的牌子 上面只写了几个字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还不知道他在卖什么呢 就仔细一看 他还有那个说是熔乳的广告 要做一个男人无法一所掌握的女人 他说你要多大 没有什么大不了 你要多大都可以做一做大 那有一次到那个拉斯维加去 我是坐飞机去的 然后快要到的时候 小姐就开始就开始广播了 他说请系好你的钱袋 他不是说系好你的安全袋 他系好你的钱袋 那不然你也可以多带一点钱来 来绿化组成 那台湾的摊子上有时候也是 一个小小的摊子 他有时候有广告也是很可爱 他说每天一碗牛肉面 立拔三合器盖室 都很好玩的 那理伐店他说他是从头做起 化妆品是说趁早下班 请勿逗留 那个豆子不要留的 那我在美国也看过人家家的后门 贴着一张纸 很多那个都是说内有二钱 我现在正在学着自己去用电脑 跟那个安排加入我们的会议 现在温瑶在演讲 我在加入我们的会议 我跟你讲 我用那个号码 他给我那个号码打进去 你是不是继续讲的 还是要处理好事情 我错误 那么我就重拔 但是我跟你讲 那我到门再去找个号码的键盘 他就没有了 看不见了 OK 那我们继续讲 请那个 那个 我说在美国有看到有那个 sign 美国人家的后门好像都 都很容易一推入进去了 他写 任有二钱 然后另外一个sign 是主人更凶 所以你最好不要乱进去 那还有我们住的地方 那里面有个教堂 在教堂上面张贴着说 一个红的布条上面说 谷歌搜寻不到的 我按那个他就会出来 我们牧师这里有 真的 现在你现在都有生意 我那个想着这个电脑 一下子就接通了 是同样的话吗 他就没有错误 可是那个iPhone在现在 那个主持人可以 叫他静音的不要让他讲 我们把他以后也可以再看 然后那个在那个 那个教堂旁边还有说 让耶稣基督做你的GPS 他就说要到教堂里来 他可以解答你的你的那个 精通电脑的很多盘黄的心灵 都可以得到解答 那你看他到处都是要表现他的幽默 有个卖三名字的 他的餐巾印了好多那个不一样的 每天给的餐巾都不一样 我有一次拿到一张餐巾 是说虽然你把我扔掉了 但是你曾经亲吻过我 你只是拿了他来擦嘴巴 他是这么说 那我也在那个 在有一次在那个 在大陆的一个小巷子 那个巷子弯弯曲曲的贴了一张 那个警告 他说严禁在此小便 否则没收工具 我不知道他怎么执行 可是就是我觉得也是蛮好笑的 那那个像 在Siticon Valley这边创业 很多人 我一个朋友创了一个小公司 每个员工都是一个小的Cubicle 那那个Cubicle上面都很多人 都会自己贴他自己的 我们以前贴座右鸣什么 他贴的竟然说是忍耐一点 离退休只是那三十年了 还有人贴说今天能避免的 绝对不等到明天 或者在会议室里面 竟然被贴了一个说 罗马之所以成为大帝国 不是一只开会做劫策 而是杀掉所有反对的人 哎呦真的是 可是他这样贴老板好像也不以为意 就让他们随便是这样的 这样的做法 那我也看过有一次在一个国家里面 他那个 那个要教育一般的人民说 那个要找警察 懂得什么事情 找警察 他说民众有困难要找警 要找警察 可是他就漆在警车上面 可是这个字有八 八个字太长了 他就分成两段来漆 他变成民众有困 这头变成难找警察了 所以就变成一个笑话 我有照下来那个像 蛮好玩的 那你看处处你都幽默 只要你愿意 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 他想要减肥 一个太太跟我很好的 然后他就怎么办呢 怎么都减不下来呢 他就找了一个 一个那个辣妹 身材很好的 穿得很清凉的衣服 他把它放在冰箱里 我那个朋友说 哇他每次打开冰箱 想要吃东西 哎呦看看人家的照片 再看看自己的身材 算了算了不吃了 就把冰箱关起来了 那就一个一个礼拜下来 哎不错了 还掉了五磅 可是他的先生呢 哎呦一直去开冰箱看美女 随手拿点东西 不好意思开了冰箱 总要随手拿点东西 做他胖的十磅 所以你看那个你在 在你平时生活里 你随时都可以发现幽默 很好玩 你让自己开心的 那再来 我要讲的是 美国孩子中国娘 我有一本书叫美国孩子中国娘 那时候在世界日报那时候 还有弄那个畅销出排行版的时候 他是第一名 就那个他们孩子每次中文因为很难学 而且那时候中国人还没有到这么多 所以他每次要送他去中文学校都一直问说 我为什么要写中文啊 别人的孩子 美国朋友同学都可以周末去打球啊 可是妈妈都压着他们要去学中文啊 所以可是他是很努力 可是你也发现他有是写的 哎呀像是有的像是会又像是误会啊 我也不知道 可是他还有有创意 像有一次我儿子问我 妈妈开心是不是很快乐 我说是啊开心是很快乐 他说那开和观是相反词 那观心就是不快乐 我说不是不是 那个还跟他解释半天 然后那个那成语来说 对他来说更难了嘛 更难是那个 像那个什么叫急 我说他房间很乱 我说你急手之劳啊 你捡一捡嘛东西捡一捡 他就说他一急手就疲劳 那他房间很乱 他说他自己是乱世英雄 那他成语什么口落悬河 他也不太懂是什么意思 他以为一边讲话一边喷口水 叫做口落悬河 所以言多必失变成口水喷多了 就变成一片湿的 那也那个所谓的一言九鼎 他不是说这句话人讲话很有分量 而是说你妈妈讲一句话 他会顶九句 那不苟言笑叫什么呢 就不要汉狗开玩笑 哦 那那个 那个什么叫 我说叫他 你举一个例子 什么叫寡不敌众啊 他说考试的时候 只有一个监考老师 全班有五十个人 这样就叫寡不敌众 那什么叫前宫进去呢 他要说 伊丽莎白太乐 结婚罢是 离婚罢是 叫做前宫进去 所有的老公都都那个了 那比如说 叫他在中文学校 他的那个有一个学生 Grandpa过世了 要去送账 他竟然写了一个请假条 说明天我不能来上中文学校 因为我要去陪赞 然后那个以前那个女儿 她们老师都要叫她们 要写日记啊 写什么 用中文写 用简单的都没关系 就看到一个小朋友 有个小朋友说 我前夫去看电影 哎呦 老师吓一跳 什么八岁还有前夫啊 说原来不是 是前天 他只是 夫和天 对他来说 没有什么感觉 天不用出头 夫要出头 他写的出头了 然后他讲话 讲那个中文 都是用英语的句型 来弄 他说 我妈妈到机场 把我捡起来 那对老师说 那个 他又跟老师 那个说 老师你的毛好美哦 老师吓一跳 什么毛被他看到了 那他说的hair 毛就是他 老师头发很漂亮 哦 然后他讲话 说他因为来中文学 他怕迟到 他很早就出家了 他不是 他说 出门说成出家 哦 然后他也造句 就说 我爸爸每天晚饭之后 都出去做走狗 真是 中文很多很多的麻烦 老师叫他用一直 一直来造句 他就说 我一直四个人 因为老师也不知道 应该说他对 还说了错 哦 然后那个 然后他一发 他说老师说 先造词再造句 他就造了说 发发现发明 哎呦他造句都不错 我爸爸发现了我妈妈 发明了我 你看 还不错 那有时候那个像以前中文的话 有时候 左边往右边写 或往右边往左边写 都还 那时候没有统一的规定 所以他好学不见 他都 读成卷不学好 长生不老 读成老不生长 哦 那所以是那个以前 那个以前卖布的时候 都有说包不退色 他去他 念成色退不包 哦 那个卖房子的时候 都要特别广告 说绝不淹水 因为他 他看的是水淹不绝 哦 而且有时候那个 他的妈妈给他带便当 然后说哎呦 他想饭和菜 不要混在一起 他妈妈还写了一个条子 说大便当饭 大便当里面是饭 小便当里面是菜 就变成大便当饭 小便当菜 哦 所以那个 你是叫他造句 他的这种问题也很多 他说天黑了 我的爸爸陆陆续续的回来了 陆陆续续 他不太懂意思 可是又有点抓住那个意思 所以变成这样 老师问他说 有几个爸爸 为什么陆陆续续的回来了 那有时候在网络上认识的 一个女孩子 他说发现她不好看 叫做一见钟情 那个钟是终结的钟 哦 所以那个 学中文是碰到很多好处 很多笑话的 美国孩子 中国娘 不过的确是青春期 碰到父母的更年期 就所谓的ABC 碰到CBA 两代很大的不同 所以 那个 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种是 我们的父母有很多 都是五六十岁 才那个 才移民来 有时候是帮我们看孩子啊 什么这样 像我听到一位那个 像在Cupitino 那个喷水池那边 好多 很多那个 老太太啊 老先生都来帮孩子 看孩子的 那里我看到 听到一位老太太 他说 哎呀阿民 我不会英文 可是美国人讲话 也跟我们差不多 哦 为什么差不多呢 他说美国人也说七十八十九十 他说七十就是起司 就是 汉堡上那个软软的东西 八十就是公共汽车嘛 九十就是果汁嘛 阿婆九十就是苹果汁 啊 他还被隔壁一个姓蔡的人家 啊 还有他说他媳妇叫树 蔬菜 他就把他叫成蔬菜 儿子叫Paul 就叫菠菜 孙子叫芥 就芥菜 啊 然后那个 有舅就叫韭菜 那孙女叫美根 他说梅干菜 你看都那个 那位老太太 他说他的家里都是 精灵他说他去买菜的时候 在西湖人买菜的时候 要是人很多挤到他 他不能随便推人家 要说excuse me 他说他都有说耶 那我们说哎呦 你真的你说给我们看看 他说你怎么说 他说他一路上都说 kiss me kiss me 啊 然后那个 呀也是蛮好玩的 有时候笑话很多 啊 那我们再另外来说 人到中年笑话多 其实各种时候都有很多的笑话 像那个我写过一本书 叫做明天会更老 这个是什么呢 那是 那是 那个一篇 那个到台大 杜鹼花之夜 请我去演讲 我就写了这篇文章 后来把它 把它写成文字 正在世界日报 哎呦 没想到 那个明天会更老 这篇文章 被 在网上狂传 一亿八千多万条 而且 怎么样 有的人 很多都把我的名字拿掉 也不讲说 谁说有个校友啊 怎么样 你们随便查都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十几年前的文章了 现在还一直被传不断 啊 那那个 就是说里面的那个 那个说出老的心情 比如说躺着睡不着啊 坐着打瞌睡啦 想记得记不起来啦 想忘的忘不掉啦 然后忘 而且会万般皆下垂 唯有血压高 除了肝会应 其他的应不起来了 有时候听力不好啦 开始耳朵背啦 像有一个我妈妈的朋友 有一次 要坐那个公共汽车 去那个老人中心吃午餐啊 然后他就 对面就有个 中国人 一直跟他讲话 中国小孩子跟他讲话 所以他决定跟他讲说 你不用跟我讲话 因为我耳朵背 你讲什么我都听不见 那个小孩子很 无辜的说 我没有跟你讲话 我没有跟你讲话 我只是在嚼口向堂 他说我没有跟你讲话 我只是在嚼口向堂 所以那个年纪大了 也真的是会自圆自已的 那个频率增加了 因为都怕忘记 那只好自己 再跟自己说一遍 那还有在美国的一个 我以前常常去那个百货公司买 买那个 有一位很老的sell lady 我每次都找她买东西 她说我快要退休了 我耳朵不好 人家要说要黄色的衬衫 我就能给她白色的 然后就跟老板讲说老板 我需要退休了 我耳朵老是不好 不能再当sells lady了 老板说我还真舍不得你 你在这边坐这么久 她说你耳朵不好 我只要我可以帮你一个忙 我帮你转到那个complain department 抱怨部门 你耳朵不好 别人怎么说什么 你都都是点头就好了 这样好不好 所以她就被转到那个抱怨部门去了 所以我们人到中年以后 过了中年以后 要很多事情需要调节 所以青春不老 打击不倒 要人老心不老 你皱纹长在脸上 不要长在心上 而且我们心态要对 她说高职不如高薪 高薪不如高寿 高寿不如高薪 所以要大家互相勉励 要把那个 要把那个 所以因为可是 哎呀 有时候我们也看到年轻人 明明是年轻人 可是睡一看着睡夜 把那个小年轻人都变成大叔了 时间像把猪刀 刀刀见人行 身材由苹果变成了梨子 那个啤酒肚子就突出来了 尤其是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又胖三斤 所以老是一种普世的问题 没有永恒的答案 那个未来不是梦 而是未来有可能是失眠 所以参加葬礼的机会 你参加婚礼多 而且还很在乎人家讲老了 你这个有时候习惯用的东西 哎呦整个人家都不再制造了 那喜欢的东西 都变成年轻人取笑的对象了 你说卡拉OK唱歌 你好不容易学了一首新歌 那你一唱人 大家说哎呦那早就是老歌了 那个 像年轻人 是look ahead 老年人是look back 中年是look tired 说白发拔不尽 春风吹又深 酒窝变成皱纹 皱纹变成酒窝 同学就一回相见一回老 那那个很多人就困惑 少年夫妻老难办 中年夫妻怎么办呢 而且讲话都要随便 要随时要小心 不能说你以前好漂亮 他都会生气的 像我们有个朋友 他每次都是跟他先生去 去旅行 那有一次就跟他又来了 怎么只有太太来 先生没有来 那后来怎么讲 他说我先生走了 那每个人都说 哎呦那你这次怎么不跟你先生一起走 哎呦原来走是 意思是他先生突然心脏 突发走了 啊 所以是那个 说话都要小心 啊 那个Bob Hope他说 中年就是年纪在身体的中间 展露出来 就所谓的中广 啊 那那个你的身体都会起很大很大的变化 像莫言 他自己 自己开自己的玩笑 他说他的髮型 是地方支持中央 他那个后来有点秃头 都是要这边往这边梳 往中间梳 叫做地方支持中央 那往这边梳 去包围他中间那个空白的地方 那他叫做乡村包围城市 就很好笑的 就那个莫言也是很幽默的 那个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 那个 但是我常常给那个 这个女士们打打气 说我们姐姐妹妹要有信心 我们说 红颜多薄命 我们是黄脸婆不认命 岁月无情要靠自己有情 啊 我们不是什么 没有知识的欧巴萨 也不是什么老女人啊 大婶啊 大娘啊 手女啊 师奶啊 我们不是 我们是资深美女 资深美女 这个是女作家林海音 她替我们自己全部取的名字 她的意思是说 做美女做很久了 所以那个 是叫做资深美女 就像银行的资深副总裁一样 一样的 那有一次我就跟一个朋友说 欸我们现在是叫资深美女 就她跟我讲说 你是我不是 哎呦怎么搞 你不是跟我年纪差不多 怎么会你是我不是呢 她说我是资深美少女 她凌亚用资深美少女 啊 不过我们有一段时间 是too old to be young 那也说too young to be old 啊 那那个 他们台湾有所谓的欧巴萨 就是OBS 都会有 那个他们形容OBS 正后群 就是说穿衣服比较随便啊 到了某个年纪 就不太注意自己的那个外貌 啊 然后他们一直就说 眼看向风景 静看想报警 吓死人了 眼看如苗条鼠女 风柏荷花 静看叫人 心惊胆胆 中风倒地 她说人生最大的悲哀 是青春不在 青春痘儿还在 有时候那个小孩子都会笑大人 说哎呀怎么脸上一直有痘子 不叫青春痘了 应该叫四季痘 而且是干扁四季痘 哎呀所以 睡睡年年花相似 年年睡睡人不同 醒来惊觉 不是梦 眉间皱为又一重 更独的还有说不打 我们这个年纪不漂亮 打扮了也不见得好看 还说蒙的一看 还不如只蒙的一看不好看 仔细一看还不如蒙的一看 因此有很多那个 只身美女就想怎么样呢 年轻十岁 一想年轻十岁 二想帅哥排队 三想无所不惠 四想猛吃不肥 那有很多说是呢 我们还有很多梦想呢 说那个想当年呢 我们身材就是身材 正面看是山明水秀 侧面看是闲哀笑臂 背叉看有暗花明 那可是现在被人家说 从后面看想犯罪 从旁边看想撤退 呦不行 从正面看想防卫 但是我们也不要 不要理他们讲这些乱七八糟的话 我们永远保持一颗青春的心 我们带着风霜也要漂亮 所以以尾文可以假使五字文字 也不见得不信仪人 都有种种的可人 所以我们常常要不要活得太累 不要忙得太疲惫 想吃了不要嫌贵 想穿了不要嫌浪费 心烦了找自己 瞌睡了到时候就睡 天天快乐就是大富大贵 所以我们过一会 每一会不能对自己有愧 对自己过一天要乐一天 不要把难过放在心间 要懂得有钱不要省 有福不要等 有气不要忍 有病也不能撑 不要撑 所以是要大家互相勉励 这很重要 那还有 我们再来谈谈 男人和女人很大的不同 像男人一直不了解女人 那个是女人最大的愿队 每次说男人不了解女人 有一句话不是说 有一本书甚至于说 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 那说的是不同的话 那有点像丫童鸡 讲不得要领 那个叫Wild 他说几千年来 女人的最大愿队 就是男人不了解她们 那可是男人也叹气说 女人不好懂啊 明明心里说的是 明明心里想的是是 嘴巴里面一定要说不 或者说成随便 那所以就说女人心是海底针 女人的情绪像天气 情食多盈偶振矣 那Fred他说他研究了三 他说他研究了三十几年的那个女人 他所得到的答案 竟然说女人女人 你要的到底是什么 他也搞不清楚 其实全世界最复杂的关系 是男女的关系 最落后的知识 也是婚姻的知识 男人是一种视觉的动物 喜欢看漂亮的女人 女人是听觉的动物 喜欢听田园蜜蜜 明明问 你来问我啊 他说爱啊爱啊 那过了一分钟又来问 他说刚才爱 现在不知道啊 还要再问一次 那不过像他们刚刚情统初开的时候 去追 就发现有很多 蛇有千千结 胸无半连胆 到处都是意中人 又是没有人中意 然后那个就有很多 出了很多笑话 不过 以前追女孩子和现在 新旧的爱情观不一样 以前我们唱的歌 甚至于说是 爱你在心口乱开 现在呢 是爱你无心口乱开 以前呢 我们追求一个女孩子 都是要一世情 要天长地久 海枯石烂 此情不移 要生生世世为夫妻 理想的境界是六十年内不分手 七老八十 首千十 我们是把婚姻当作是一辈子的事 可是现在年轻人呢 他追求的不是一世情 他要一夜情 他的说法是曾经爱过又何必拥有 无需天长地久 只要一时拥有 何则来不何则散 不带走一片云彩 所以他要的是一阵子 哎呦 不由的让人家感叹说 有现在的爱情是太快了 从由爱到凤就是一个礼拜 古代的爱情是故事多 现在的爱情是世故多 天若有情天已老 人又裸情是死得早 而且各种说法都有 像他说明发有主 但是我来松松土 他就有机会 是有这样子的说法 那也有人说是 恋爱是喜剧 结婚是悲剧 那那个 不过这个男人和女人 的确有很多不同 像他们说男人早死 比女人的寿命都少 五六岁 他说为什么男人呢 男人是有泪不清谈 不能随便哭 不能随便哭 有些都没有办法鲜血 那另外男人有话不爱说 另外一个是男人有病不爱看 最糟糕的是男人有家不爱回 那有人说是 哎呀 那个男人不太爱说话 不爱说话 然后可是太太特别爱说话 他叫给太太的那个 取一个 取一个外号叫AT&T Always talking and talking 他说是太太是AT&T 那那个男人说他不是不说话 是太太不给他机会说话 他自从结婚的时候 然后说了yes I do 他就没有机会再说话 然后那个 他说太太特别爱说话 说去夏威夷度假 那个牙齿都会晒黑 那个就会有这样子的 而且男女那种关系很复杂 也很好玩 我有一个朋友 她是她的妈妈给她介绍一个男朋友 她学历不是很好 可是哎呦 介绍的那个男生啊 那个就是台大医学院的 学历很好 可是那个女孩子是漂亮 非常漂亮 因为这是台大医学院就很喜欢啊 很喜欢 但是那个 然后就觉得说要交往啊 那也很好啊 那个妈妈很高兴说他们要交往了 可是那个男生啊 好死不死他最后还要叮咛他一句 他怎么说呢 哎 你不要以为自己长得漂亮 这样就可以不好好念书 因为那个男孩子 那个女孩子气不过 竟然回她 这样想 这样子不是有点那个 已经说好要交往了 还要 还要那个 这样子求我一下 所以她也不是闪油的灯 她就回答她说 你也不要以为自己书念的好 就可以长成这样随心所欲 OK 那这个 就就没有话说了 就不会 没 没得 没得下去了 这没有 没得故事下去了啊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那个有爱情一末 有爱情一末 就是那个 很多人都说 哎呦 婚前你看谈恋爱 所谓的谈恋爱的谈 婚前好友话说 那婚后竟然结了说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那个 是很不太一样的那种 两种状况 像以前蠢蠢的爱 那个少年少女 情怀总是知 穷头初开的时候 哇 非常的美 是那个 那个有所谓的 那时候还有爱念啊 就是说 所谓的爱念 不过是 那种爱情一种自生自灭的过程 对方都不知道 那那个 波恩那时候至少很清纯 像那个有个朋友 他念台大 他那时候去台大宿舍 要找一个 他刚认识不久的女孩子 然后那个 那个要填一个表格 那个表格里面问他 说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然后那个 然后那个 里面有说 有的是姐姐来看妹妹 那个看妹妹啊 有的是什么 哥哥来看妹妹 他有台 他要一个表格让你填 说那个男孩子很清纯 他填那个说 关系 他回答是说 尚未发生 那所以是那个 大家都一直笑他这件事情 我至少那时候都很清纯啊 像那个 也有人他 哎呀 就没找到很合适的 他说我爱的人名花有主 爱我的人惨不忍睹 他说一年浓郁春又去 每个舞会我都敢去 到处都是义中人 就是没有人中欲 那因此变成了说 喝口水 人家上街是手牵手 他是左手又牵右手 不过他很多很多那种 还有人会交战手术 教人说多看他的眼 你就能清到他的嘴 多夸他的美 你就能摸到他的腿 哇 这种都是教人家怎么那个的 男人女人 还是有各有毛病 像男人 像男人他是不肯问路 不过现在有GPS 不用问那个 那太太常常是后座驾驶 那个以前台商去大陆的时候 他们有所谓的四手 刚开始去的时候 想到太太在台湾很辛苦 她就守身如玉 那后来就守株带处 她说她不主动 那开始守口如品 那就有点麻烦了 然后甚至于他们 要互相守望相助 那夫妇 那夫妻中间也有 会有很多吵架的事情 有的是怪先生 小气 有的是吵不完的架 有人说结婚四十年 从来不吵架的夫妇 不是生活太沉闷 就是记忆力不好 许多夫妇都是一边吵一边爱 像婚前 结婚以前 她那个先生说 带她 要追她 为了要追她 就带她去她很贵的法国餐厅 然后那个 她每次都回想起来 都觉得好浪漫 那先生在旁边小声的说 哎呦好浪漫 然后太太说 哎呦太浪漫了 所以我现在还留着那个菜单 先生说 因为太贵了 我都还留着账单 你都说 那个真可贵 先生说是爱情可真贵 然后那个 还有我们提到 婚姻在前里面 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个夫妻常常有时候 他们说 未前吵架的时候 比未姓吵架的时候 还多 那有的时候常常 有的人常常 那个嫌先生小气 那有个太太一直说 她先生都不带家里的人去旅行 像对面那个人常常 都是全家一起去旅行 那那个 他就跟先生争取 说 哎呦你下次一定要 安排一下 带我们全家去旅行 就先生进来说什么呢 哎呀有什么好趣的 买一本旅行杂志 看看就好了 那那个 哎呀不要胡思乱想 快点去 那个煮饭了 快点去 等一下吃晚饭了 快点去做菜了 那个 太太就回答说 哎呀干嘛要 煮饭做菜 你看一看这个食谱 这么漂亮的菜就好了嘛 所以就是 那个 那婚姻里面 也有 也有到很多的那种 那种 状况 台湾话有一个叫做 那个帕摩大丈夫 就说 先生很怕太太 哦 这个她说 她说 她说那个 我这个是 忘记 她说她那个是怕太太 那个丹菲有个作家 她说 其实先生怕太太是喜剧 太太怕先生才是悲剧 哦 她常常说 有她 那个 以前那个 有 台语片的时候 都有一个很胖的太太 很凶 然后 好 我再讲一个 就 就让Kate停了 啊 然后说 那个 她太太很凶 每次都会 跟她丢盘子 那你要说 哎呦 那个 她说她要离婚了 她说 哎呀 你也结婚这么久了 干嘛 要离婚呢 她说她以前丢的不准 现在丢的很准 哦 然后太太管她 不准她抽烟 不准她喝酒 她就很苦闷 她说不行哦 我苦闷也是她禁止的 可是苏格拉里她说 如果你碰到一个好太太 你就一生幸福 如果碰到一个像她一样很凶的太太 你可以变成哲学家 好 那是不是我要先暂时停一下 好 我们让那个 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好 你可以那个 告一段 先告一个小段落 好的 谢谢吴老师 非常抱歉 因为我的网络突然断了 只能开车来到路宾家 然后中间有20多分钟 非常非常抱歉 张凤老师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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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的 可是 先听得到吗 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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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你能自己解开那个静音就可以了 可以可以 这样可以 因为我没法来听那个吴老师的全部 所以我只能在这里插进去 因为我知道张凤老师和吴老师是非常 非常多的了解 那你来讲几句 好的 好的 非常高兴 恭贺林瑶 我们 我们 刚刚就听林瑶说了 这个中国人是很不幽默的 那么 我是学历史的 早期我觉得除了史记里面有这个滑稽列传 然后到了近代的文学家只有什么老舍啊 刚刚林瑶提到的林语堂啊 梁石秋啊 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余光中先生呢 他们有一些幽默有一些冷笑话之类的 但是呢 很惊喜的我们在多年以前 就发现了一位妙龄女子就是我们的林瑶 他能够这个财情酣畅而且齐趣搞笑啊 那么大约呢 是在他出道十年之间 我们因为彼此的夫婿 应邀国家会议 那么我们都是家眷 那么就认识了 他们这一对这个热爱文学的同行抗力啊 那么他的先生呢 陈汉萍先生呢 是这个材质啊 左手科技啊 右手呢文才啊 非常爱护 然后鼓舞这个太太的这个文学啊 那么读读写写呢 都很鼓舞他 那么我们认识了之后呢 又在九哥啊 就是陈汉萍先生的老师 九哥出版社呢 蔡文甫先生主持了一个文艺座坛里头又欢序 所以我们认得了廖徽音啊 然后苏伟甄啊 他给我介绍苏伟甄啊等等 那么我们就一同在那个比较早期的时候就认得了 而呢 因为发现他极敏锐的啊 可以观察生活 而且动策人生 而我们就很简单的在生活中 就发现他呢 不但在生活中 在文学和历史里面呢 都可以 其实我们认为是平常的点滴 但是他却能够虐而不虐的旁针薄影啊 那么他也不像张爱玲啊 张爱玲其实林瑶自己也也蛮喜欢 他也曾经说过张爱玲很幽默 但是张爱玲的幽默 我觉得是好比张爱玲会说 哎呀你这个嫂子啊 这两片嘴唇切切到有一大叠子啊 那么林瑶可不是这样的啊 像刚刚他提到了 这一部分 这个譬如说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对餐馆也有些影响 那么他经过乌宇坚走过餐馆门口 挂在广告牌 就说请进来吃一顿吧 免得我们双方都饿死了 那这实在是非常的幽默又很 所以我们说林瑶呢 是否实皆是的幽默啊 而且呢 玉庄与邪啊 他能够加以点染 然后禅发出莲珠的庙语啊 那么所以他为我们这个 女性的幽默开 以前的人呢 我讲到的幽默大师 大部分都是男性啊 那么所以我们很期待 他为我们这个女性的幽默 开出了一页历史 那么那个时候 我很感谢他的友谊啊 在那个还没有电邮啊 那个时代 那远方的除了家人来长途电话 还有就是岳阳的副刊编辑 会来电话 最常常接到的就是林瑶的电话 我们两个常常讲电话啊 那而且每次相遇相逢的时候呢 常常是很欢乐 他就是活灵活现的讲些笑话 而只有只趣的 就把相遇的婆婆妈妈 还有我们啊都笑倒了 那么无怪乎他那个明天会更老 会传送 传送 而且剽窃难以计数的指数啊 那么尤其他是我们 北美华文作协创会 我们马上要庆祝30周年 下个礼拜五啊 就是创会 他是我们创会的副会长 而且是实际帮我们创立了好多 呃 开始的呃 分会 那么我们一同去呃 台北开会呢 就遇到了刚才他讲 林海英阿姨叫我们呃 呃 说我们都是资深美女啊 好的 谢谢张芳老师 嗯 OK 嗯 因为这一次的题目是 效力藏道 那么吴老师讲呢 效力藏道 其实是大道之简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那吴林英老师呢 他非常善于观察 善于探索 在生活当中发现和斗趣 让人生变得更加蜂蝇和深邃 那么经过思索而凝结成的水晶呢 让观众和读指看到时代和社会 那种散发出来的那种迷人的光芒 呃 让大家在快乐的感染中 再请吴老师继续 能听见吗 啊 OK 你继续吧 继续 好 OK 那我们现在来讲讲 关于幽默的探讨 幽默是怎么形成的呢 啊 啊 第一个我们觉得幽默是 反其道未知去啊 啊 这是苏东坡说的 一个东西的话 就是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 就是有 那个 就幽默也可以说一种快乐的失望啊 啊 像那个 我以前就 有一阵中年以后一直发胖啊 啊 啊 有怎么办啊 他们告诉我 我各种方法都有试过 他说 嗯 那个 你倒是骑马 我们那个 山上有一个骑马的 骑马可以减肥耶 啊 那我就去练习 就骑了三个月 马瘦了五磅 我一磅都没瘦 然后他们甚至有说美人上马嘛 不知 都不知道 可是肥颇上马嘛 不支持的值了 啊 所以是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就产生一种 那个 不协调 就反其道未知去啊 啊 那我想起以前那个 杰克邦尼 一个Commidian 很有名的啊 他那个每次总统就职的时候 都要叫他去白宫里面讲笑话 他很会讲大家都喜欢他的笑话 可是啊 他 他喜欢拉小提琴 可是小提琴拉的很不好 很难听 啊 可是他说你们要是不听我拉小提琴 对不起 我不讲笑话给你听 啊 好吧 那也没办法拉之后妥协了 他就带着小提琴的盒子 到白宫去了 门口 哎呦门口有 还是要检 那个 这次还有安全检查嘛 一看问他说 哎呦你那个箱子里面放的是什么 然后那个 他就说 他打开一看说 哦小提琴 不不 他跟他开玩笑 他说你箱子里面放的是什么 他说我放了一个机关枪 哦 那个两个警卫吓死了 就打开一看 我说哦 还好不是 这个不是他一回他的话 就说还好不是小提琴 就一打开还是小提琴 让他过去了 所以是 那个 也是和 就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就产生了那个 然后另外一个 要是逻辑 不合逻辑 也是这样子 像以前我住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那个 我们家巷口 有一个 卖西瓜的 每次都在那边 有一次叫卖 说哎呀西瓜包甜啊 不甜不要钱啊 就看了一个流浪汉的样子 说老板 来一个不甜的西瓜 他很 humble 他不一定要甜啊 我没钱买 你说不甜不要钱 所以他就说 来一个不甜的西瓜 这个上面 逻辑上面有点问题了 那还有台湾有一段时间 说有饮料 你不可以放那个树花剂啊 他每天公布一批 说哪一种牌子的 放了树花剂的不要喝 有一个先生跟他太太讲说 哎呀明天就要公布 另外一批有树花剂的东西 你还不快点把它喝掉 不然你明天 以后就不能喝了 所以这个 这个都是有问题的 就是说逻辑上有问题 那以前在台湾 男生要当兵 当兵 然后那个有一位 有一位那个 那个大学的 那个大学毕业都要去当兵 他发现 哎呦要是可以不当兵 就可以省两年啊时间 他就跟那个医官讲 医官啊我那个济视眼很深 800度 你帮我写一个 说不用当兵好不好 我看不清楚嘛 那那个医官就跟他讲 说哦你济视眼啊 看不清楚啊 没关系 我把你送到最前线 你可以把敌人看得非常清楚 哦 所以是 也是很好笑 有这样子的 嗯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那个 幽默也是影仪式艺 是一种荒谬的解药 哦 就说像在 Sitical Valley 我们很多先生都是 Engineer 那有一次我们 那个有个太太 她就做了头发 要去参加一个party 那回来就说 因为不是他平时做的那个人 帮他做的 然后我觉得哎呦 今天做的头发好难看哦 所以就问他先生 就说有没有很难看啊 就那种先生是不会讲话 竟然跟他讲说你的丑 和那个头发没关系啊 哦 所以真的是 隐仪式艺 就像 哎呦 有时候他也不知道 他讲了什么东西 像我记得有一次 那时候刚 上海的时候 那时候 那个去 那时候去买那个唐装 在上海 因为那时候 在美国都买不到那种唐装 哎就是 上海城隍庙庙有那个唐装 哎呦 很漂亮 那 那时候那个 在大陆 那时候没什么胖的人 哎 我就跟那个 那我们算是比较胖了 那我就跟那个小姐讲 说小姐啊 你把那件衣服拿给我看看 说那小姐看看我 哟 像你这么胖不能穿啊 哎呦 你讲话这样啊这样讲 那他看我的表情有点奇怪 他就说 哎呦 不过像你这么老啊 胖一点好看啊 越讲越不像话了 我就跟他那个老板 他老板 那个都是小商业 那个老板在那边吃饭 我说老板啊 你看你们 你那个 这个小姐怎么讲话 这样子啊 他就说我们小姐是相下来的 不太会讲话 只会讲老实话 所以他讲的都是老实话 哦 所以你说有时候隐一失忆 就是造成了一种幽默 那另外幽默 是不能解释的 有时候是一种含蓄的欲数 你暗示性越高 你艺术性就越强 啊 所以是那种 嗯 常常 那个 像有时候 就有一家人他失火了 他就一直在啊 着急 怎么消防车还不来啊 啊火 那个消防车再不来 我们火就要灭了 哦 这个 这个也算是一种 那个 笑话 然后 那个 有人要减肥也是减不成 他说我们每天除了吃饭的时间 都在减肥 哦 你还说我没有毅力 他说不过我不吃饭 哪有力量减肥啊 哦 而且每次看到衣服 就天啊 我的衣服又瘦了 哦 是都是人家的不对 那像 再举一个例子 像季晓兰 他说他从 他很会讲笑话 那以前那个 他在皇宫里面 那个六库前说 他在编的时候 他都可以 那个小太监们都喜欢 听他讲笑话 每次都围着说 哎再讲一个笑话 给我们听 再讲一个笑话 他忙得要命根本没时间理他们 可是他们围着他要他讲 他只好讲 从前有三个太监 听的人就开始一直问 后来呢 下面呢 下面就没有了 所以这是他的那个笑话 那另外一个 我们再讲讲 幽默也是说真话 像wild他就说 别人说 哇王德你好幽默 他说 有吗 我的幽默都是 说真话 大家都说他的幽默是说真话 像有一个 像有一个张先生 要来找那个李先生 那李先生在楼上看到他来了 就跟他儿子 他要去印门 就跟他讲说 说我不在家 然后那个小孩子就去印门了 说我爸爸说他不在家 那那个先生就很尴尬了 他说你可以帮我回回他 说张先生没有来过 那那个 所以是 然后就 就这中间就已经透露出 他们太那个 那个socialize 那个小孩子还没有socialize 他都会讲真话 那有一个妈妈 他每次就还有 他小孩子在做工课 他就问他说 你需不需要我帮忙啊 说原来他每次帮他 他数学也不太好 这个妈妈数学也不太好 所以孩子竟然回答他说什么 我自己会做错 不用你帮我做错 像台湾的女作家 有一个说他说 非常诚实 有点毒 他每次说有时候 我们讲话就不能太诚实 诚实就有点毒 他说有一次 那个 就说我们小时候有一种饮料 是日本过来了 叫可耳必滋 那个饮料的广告叫做 初恋的滋味 就说喝起来酸酸甜甜的 像初恋的滋味 那有一次去那个宜兰 台湾的那个旁边的台北 那边的那个 那边很多饮料 很多特别的饮料 他的珍珠奶茶都还有包东西很特别 因为我看到好多饮料 他就想 叫了一种 那一种叫做心痛的感觉 嗯 他想说初恋的滋味 他喝过 没有喝过心痛的感觉 哎呦还蛮贵的了 他就想说喝一次看看嘛 心痛的感觉 就他给了钱 就那个人给他一杯白开水 还问他说心不心痛 啊 然后 那个 就说你非常讲真话 就是有点那个非常诚实 有点毒 有一个朋友 他告诉那个说 哎有一个网站很好耶 心理测验 啊 心理测验你可以去了解你自己 他就到那个网站去看了 看到说你是不是觉得自己长得很漂亮 他说yes 那就一二页再看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能干 yes 你是不是怎样怎样 啊 就一直查到最后 总有个结果出来 结果是 你是一个非常不要脸的人 啊 他给他的这样子的结果啊 那还有就是说都说真话 就会就会有 有时候会出了这样子的笑话 啊 像那个大学教科师都很贵 有很多人用了用过以后都会在网上卖掉啊 有的时候有一个人他的广告是说我的教科书九成心几乎没用过啊 我可以用我的成绩单来证明这本书没怎么用啊 啊 那个 蛮好玩的 有一次我和女儿在吃完饭在洗碗 那 那个 啵啵啵就听到碗打破的声音 那儿子在旁边说一定是妈妈打破的 那为什么会是妈妈打破的 他说因为没有听到骂人的声音 啊 我有时候那个小孩子倒很容易讲真话 有一个小孩子不但讲真话 还很会打做打游诗 啊 他说我本不是读书台 爸爸妈妈叫我来 考试题目深是海 鸡蛋鸭蛋滚滚来 啊 有说那个有说说真话 像Mark Twain 他把人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 一个阶段是童年 另外一个是青年 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 你看起来很年轻 要是你常常被人家说你看起来很年轻 就表示你一定是不是不年轻的啊 他说所谓的老就是不长 那有时候还不够制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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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扰到 所以是那个 常常常常是有这样子的尴尬 那还有再来说我们 你很会比喻 很会善于比喻也是一种幽默 妙比 巧妙的比喻 像我们以前那个 那个崔金阿姨 她常常很喜欢跟我电话里面聊天 跑电话走 那有时候她没有那个文章上报 我们就说你怎么回事啊 她说她说是因为叫做 茶壶里有煮汤圆 茶壶里有煮汤 肚子有东西可是倒不出来 所以是那个 形容得很恰当 很恰当 那那个他们有人说 男人的话就像老太婆的牙齿 没有几个是真的 那她说所有 她说其实所有男人都是骗子 不同的是幸福的女人 找到一个大骗子 骗了她一辈子 不幸的女人找到一个小骗子 骗她一阵子 所以那个 有的形容得很恰当 就会有很幽默 那有所谓的乐观是什么呢 她说乐观 乐观就像什么呢 像茶壶 乐观怎么会像茶壶呢 她说是那个 那个水 就在底下煮 屁股都烧红的 嘴巴还要会吹哨子 这样就算是乐观 那那个 还说我们人老了 素老 素老更多 人老化多 她说要是做婆婆的人 你要到媳妇家 你一定要手里 一直拿着一杯水 你看不管什么东西不要讲 喝一口水 喝一口水 吹下去 所以你最好只管花管草管猫果 对不起 那个 还有说你很会形容 就是说 有一位朋友还没结婚 她形容男人向停车位 男人怎么向停车位呢 好多都被站走了 剩下的要么太远 要么是handicap 还有说笑那个 像很会形容 都算是那个 她说很多人 像在公司里面有的老板 不会讲笑话 可是还是要讲给人家听 那要是你会笑老板笑话的 你不是有幽默感 你是有方向感 当然我们初中的时候 都读过那个 那个 谢道印 他们要形容那个 下雪 下雪的话 有人说 撒盐空中擦可泥 那谢道印说的是 未落柳絮 因风起 哪一个比较形容的好 就会有 就会那个 看得出她中间的境界不一样 那像大家都说 张爱玲是最会比喻的 她的比喻是 奇妙的比喻 都是遍地开花 她说她写不出东西来 她说这几天写不出来 就像是 患了精神的便秘一样 然后她说 像那个 时间 都要挤 总是要挤出来了 后来这句话 被人家换成了说 乳沟 就像时间一样 要挤 总是要挤出来的 那有 很会形容 你要是看看 那个 像有一个 有一个朋友 他形容这样 他说远看 他也 远看像讨烂的 近看像要犯的 再看像剪破烂的 仔细一看 原来是美术学院 他形容说那些 艺术家 那个 就是说民事派的 那 所以是 也就是 评论的很下当 都是很有意思的 然后 旅行 什么叫旅行呢 就是自己 活力的地方 到新的地方去教室 教室就可以形成 旅行的一种 再来看 幽默也是一种 优越感 的作祟 幽默有时候 喜欢笑人家 像中国 古时候的那种 很多笑话 都是喜欢笑人家笨 那例如 怎么笑法呢 比如说 像美国也是 喜欢笑人家笨 他说人的脑子 分为两部分 right and left left 是nothing right right 是nothing left 所以是那个 就 有时候笑人家丑 像有一个人 他说 子子之手 方之 子子之手 方之之丑 泪流满面 子不走我走 有人说 那个长得 长得不好看 说长得太随心所意 那个 那个 长得下不为力 这不知道是什么 形容词 还有那个 也有那个 对不起 那个 那也有说 像很多 你在大陆以前 这个很多乡下的地方的 那个什么 镇长啦 什么 什么县长都可以到美国来考察 考察以后 你来问他感想怎么样 他说我感触良多 为什么感触良多 他说人家的文化水准就是高 为什么呢 不论大人小孩 都会说英文 哦 这是他的感想 那个 还有再来 我们来看下一个 就是说 听错话 看错字 也会造成 幽默的那个 像有 以前我班上有个 小学生念书 有个班上有个人口级 哦 每次他当 他功课很好 他只是讲话会 会那个打结 哦 那他当班长 可是后来发现不对啦 他每次宣布说 下个礼拜三叫作业 他就念成 下下下下下 下个礼拜三 那不知道什么时候交了 所以就 没有办法那个 呃 当班长了 那还有 有常常听错话 像我女儿她们去台湾 参加什么艾滋船啦 然后就那个 有叫她们唱歌啦 什么阿丽桑的姑娘 美如水啦 阿露山的少年闯入山 她们都听错 她说阿丽桑的姑娘 没入睡 阿丽桑的少年闯入山 哦 那那个 唱那个歌也是 那个 斜姬天秦郎 辣妹处处香 她不知道什么叫辣妹处处香 她以为是辣妹处处香 看她到处都是 都是卖那个 檳榔的辣妹 穿得很清凉 啊 都是看错的 那个 然后再也说 像那时候有一段时间 台湾 台商去大陆做生意 那台湾国语啊 他那个 他就是说 台湾 他就说 有个台商跟他旁边的人说 我明天要回台湾了 你有没有塑胶袋 那他的人以为是要 要plus bag 不是 他说树交代 是说事情交代 有没有事情交代 那还有再有一次 在北云里的时候 这还都是那个 那个 有一次 教官来跟我们讲说 哎 你现在想 选两个班花 因为我们说北云里 这样子原 这么学 这么好的学 她还有选班花了 都没听过 还有选班花 好那我们就在那边商量啊 讨论啊 就讲这两个 那时候很喜欢像 像你带一样白白嫩嫩的 就选了两个半花 就是好了选好了 给老师给你 就是这两个 那两个好 因为很漂亮嘛 是真的很漂亮 我没想到那个教官说好 过来过来把这些花搬走 然后真的是 那还有现在 那个年轻人 那个 国父说 认做人要立志做大事 不要做大官 结果同学竟然棘手说 国父成 有说过这种话吗 他是说 国父成说 他以为是 现在那种唱歌的 国父成 那那个 哎呦 那个 那个 Grandma有时候 跟那小孩子的 那个 沟通也有问题 那个 小孩子说 他要做失败的人 Spy的人 Spy的人 Grandma 变成失败的人 那还有那个 像那个 不是很多乔生以前到台湾去 去读大学 那那个 乔生的那种台湾国语 不是台湾国语 他是那种广东国语 他好不容易教了一个女孩子 然后就要带他去看电影 然后就 那以前的那种继承车 都还是用那个摇 那个车窗要摇下来的 他就问他女朋友 他说 你动不动 你冷不冷的意思 我不会广东话 那个说 动不动 你不动 你要是不冷 我就要开枪了 那女孩子说莫名其妙 你在说什么 原来他问他说 你冷不冷 不冷我就开窗了 说那个女孩子就 就生气了 那说那个 蛮好笑的 就是会造成那个 有时候看错字啊 那个 都会造成误会 再来 夸张的比例 有时候 那个 是 是幽默 有时候他们会把它弄得比较夸张 像 雷根当总统的时候 他那个 哇 那个华盛顿邮报 一下就是200多页 那别人问他说 你每天 那个 呃 报纸 尤其是Sunday的 哇 你先看哪一版 先看国家大事 还是 国际大事 别人说都没有 都没有 我都是先看漫画 为什么呢 先看漫画漫画 你调理好心情 就在处理事情 就比较炎隆了 啊 说那个 像 George Byrne George Byrne 他是一个很老的喜剧明星 他活到 一百岁 他开自己的玩笑 他就很夸张 他说他的 social school number 是二号 哦 然后他的出身证明是磕在石头上 他说他到老的时候 他都不买青的香蕉 他觉得怕他自己吃不到 哦 所以就很夸张的比喻 哦 那还有因为青春期跟更年期有时候 就正好更年期的妈妈 爸爸妈妈 就碰到青春期的小孩子 所以就很大的不同 他们有时候没办法共通 两代大不同 那个小孩子问那个 问他爸爸说你有没有微信啊 他说哎呀我有什么微信 你们那个都不听我的话 我还有什么微信 那问他说菊花台是什么 哎呀菊花台我没喝过 哦 然后他爸爸说 哎呀我想要 我想要听哪些歌 你帮我弄一些吧 他说我会烧给你 那个小孩子会说我烧给你 爸爸很生气 我还没死掉你就要送给我了 就要烧给我了 还有很多有那种对比 有时候对比说婚前婚后啦 那个的对比就这样子造成 那个说婚前婚后是王子跟公主 而婚后就变成秃头跟胖女人 那婚前爱得太像水一样的生 像火一样的乐 婚后就变成水生火乐 啊 婚前是怎么看他都像情 就这样很情汉 婚后就看起来像绷恰恰 所以就造成这样 你要一个对比啊 啊 那个 就发现问题出来了啊 那就很夸张 像有一个很胖的人 他说他那个 胖到说每次去坐游轮 他们不准他乱走动 只准他种在中间啊 因为说怕这个船会倾斜 没有这么严重 可是他一夸张就很好玩啊 那也有人说那个 爆牙 他说他爆牙 别人一笑他 他说爆牙可以包地瓜 下雨可以遮下巴 喝茶可以遮茶渣 野餐还可以当刀叉了 这是太过分了 就要这样子来笑 另外逻辑出了问题 也是容易造成那样 像台湾有所谓的叫改 叫改说大家不必被那个99乘法表 那不能被99乘法表 下面更难的数学要怎么做呢 有个小朋友就跟他妈妈讲 他们说不被 不必被那个99乘法表 可是还要考乘法呢 他就跟他妈妈讲这样子 他妈妈说那你考了好不好 哎呀我也不知道考了好不好 我不管他三七二十一 我就给他写二十五 你看这个整个就那个了 那还有一个有个媳妇 人家问他说哎呦 你的儿子谁帮你看啊 他说我婆婆帮我看啊 那别人说哎呦你婆婆真好 可能媳妇还不愿意说婆婆好 他说公平交易啊 我帮他看儿子 他帮我看儿子啊 他就说成是这样子 所以那个 那个 那个 呀 那还有 还有 有时候 有一个 那个太太总爱说他先生很小气 不肯那个 什么太贵 他都不肯那个 他一直 一直说他想要去熔乳 和他先生说哎呦一问多少钱 太贵了太贵了不可以 然后可能过了十年以后太太又要求 那 先生想说哎呦这太太对家里很有贡献 也应该要 答应他哦 可是一问价钱还是那么贵 然后只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只做一个 哦 那就变成一种笑话了 一个A照杯 一个C照杯 哦 然后另外 那个 幽默你要有怎么样 要有至潮的牙量 至潮的牙量 像林峰就是主持 那个以前大陆的那 8千里露营合业的林峰 他说他怎么说自己 他说本人的长相很中国 五千年来的苦难和创伤 都写在我的脸上 你看他自己这样 那另外一个朋友呢 他说他是凤眼 凤那个 可是他说我不是凤凰的凤 古时候的凤眼都很漂亮 你看那个 那个国画里面画的那个凤眼都很漂亮 他说他不是那个凤凰的凤 他是门凤的凤 哦 所以是那个 不过你看 你要至潮的牙量 就可以觉得你是拿得起 放得下想得开 哦 那个 懂得自潮的艺术 让人会有这种感觉 像 像以前美国人也不是像我们 现在就说 一个家都有好几个 那个 厕所 像 Bubb Hope 他是跳的最好的就是他的踢踏舞 他往这边一歪 往那边一歪 哎呦 就可以 非常那个 跳得很好 那你知道说 哎呦你这个踢踏舞 我们都学不来啊 他说是的 没错 他因为小的时候都家里很穷 家里都只有一间厕所 那每次他家里有八个小孩耶 那只有一间厕所 早上起来 第一个就要赶去唱厕所 要是没有抢到 你就在门口排队 你就要跳踢踏舞 一下这样子 憋一憋五分钟 这样子再憋个两分钟 所以他的踢踏舞 都是这样子憋的样子的那个 笑死人的样子 所以别人也邪不来了啊 那那个 你有办法笑自己的缺点 也算是一种美德啊 当你你的那个 你可以带给别人快乐 带给别人那个欢笑 也是一种那个 像有一个小孩子 他说他 他的那个 他爸爸 妈妈很喜欢唱歌 爸爸喜欢弹吉他 那别人问他说 那你会什么 他说我会忍耐 可见他们都唱得不好 也弹得不好 所以那个 你第一次发现你自己 能够嘲笑自己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 成那个成长的开始 那个 他说也有人说 他说什么鲜花插在牛混上 他说要是我是鲜花 牛都不敢拿粉了 所以制潮是一种 鲜活的正能量 这种能量可以 你不要小看他 他有那种 可以那个 像那个 就是一种智慧 也是很不容易的 可以给别人带来快乐 也可以替自己 那我再 再来一个 最重要的 我们来看看 哇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就是说 那个 幽默很重要 有个punch line 有的人说笑话 他也不笑 就把那个punch line 讲下来 就不好笑了 你一定要厚住 幽默的语言 要力求简洁 对你明白 作意 持千里 就要kiss 所谓的kiss 就是keep it super simple 就要很简单 你要用善良 敦厚 能持当出发点 好多幽默 不必尖酸刻薄 但是要 针对不合理的条件 和他的方谬的地方 像夷光中 他特别说 幽默 是一个心人 这个心很热 手很冷静的医生 他要杀的是病人 是病 不是病人 所以真正的幽默的心灵 是要富足 开放 然后圆通 重重隆隆 消消灑灑灑 来 另一种境界 好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把时间还给主持人 好的 谢谢吴灵瑶 我们都听得入迷了 因为今天 可以说是我主持 文学家采访 以来最多的一个大群体 500人 我都看到那个聊天室里边 还有一些人在询问 还有一些人在非常着急 因为进不来 也希望我们这个讲座结束之后呢 尽快的制作出来 然后放到YouTube上 放到那个链接上 分享给大家 你看吴灵瑶老师 有20个内容 就是他准备的非常充分 尽管他走遍全世界 无数次的进行演讲 但是呢 每一次的演讲 他都是要经过非常充分的准备 可能要研究听众啊 要研究时间啊 地点啊 环境啊等等 也就是说 吴灵瑶的这种态度 让我非常的敬佩 即使一个大家 在每一个细节上呢 也非常非常的谨慎 也让我学习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吴老师讲的这个幽默呢 在我看来 幽默需要智慧 需要非常广播的知识 需要深邃的思想 需要独立的见解 需要独立的思想 同时呢 要需要高情商 大家都常说 幽默呢 是生活的润滑剂 有了幽默 可以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更加顺滑 让社会呢 更加包容 让时代呢 更加的有一种轻松感 那 我觉得这也是 吴灵瑶老师 广受欢迎 有钢丝 有铁丝 有粉丝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下面我们请陈瑞琳老师 来做一个总体的点评 因为陈瑞琳老师呢 首先是一个评论家 他评论过吴灵瑶老师的作品 在国际上呢 享有很高的地位 先生 李老师在吗 在 在的 嗯 你说吧 好 这个首先啊 向各位师友问好 今天真的是特别荣幸啊 见到这么多文坛上的前辈 同辈 我们大家一起欢聚一堂 这个我讲三点啊 第一个呢 吴灵瑶老师是我最早认识的台湾背景的海外作家 2004年 我们在南昌成立新移民作家笔会的时候 就邀请他来了 还有他当时跟田新斌一起 然后我们后来还一起在云南这个旅行 所以我对他非常的熟悉 那后来他来休斯顿演讲 嗯 很早了 然后我就特别惊讶 因为我没有想到呢 在海外还有喜剧风格的散文家 这个是让我大为吃惊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出国前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位中国非常有名的喜剧美学研究专家 叫陈孝英老师 他就拉着我一起研究喜剧 他说中国人太需要喜剧 他说我们的美学精神里悲情太多 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的民族都需要有一种 就是喜剧的精神在我们的心里面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对喜剧有了特别的感情 但是我觉得这个领域呢 我们可以研究的对象太少了 然后没想到呢 在海外竟然啊 这个有一位女性的 这个人生喜剧的智慧的作家 所以我当时看到吴令瑶的时候 特别惊喜 我记得我当时他听了他演讲之后 写的篇文章 没想到这篇文章 后来他就把这篇文章做了他下一步 新书的序言 所以我跟他之间真的是特别有缘分 然后呢 这个我之所以喜欢他的书呢 是我有一个 就是刚才也有很多张峰老师 还有就是艾英都也提到了 就是我们中国历来少幽默 这个女人就更无从孝气 所以这个一个笑看大清世界的智慧作家 诞生在这个我们海外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我在评价他的作品的时候呢 就特别强调呢 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呢 包括二十一世纪 我们中国文坛 还有包括海外的华语世界 这个层层辈出的这个作家当中呢 大部分还都是就是表达的是挣扎啊 现实苦痛中不可超越啊 这个悲叹呢 那还女权呢 就是就是很多这样的作品 没有想到就是说呢 能够笑看大清世界 能够幽默人生百态 这样的作家 那还真是 乌林尧是一个 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花朵 那么听他 刚才大家听到他这个妙语莲珠啊 我觉得他就像是一个 积淀了多年的烹调师 他把色香味呢 这个逗人的一盘盘 人生的这个佳肴呢 一股脑子端给我们看 真正的幽默呢 是不用解释的 大家看他基本上是不孝的哈 然后呢 吴立尧坎称就是说 他是婚姻爱情的超级观察家 而且他是从浪漫青年的 举措言行 到务实夫妻的心理错位 他是非常的熟悉 从情感史的变迁 到人生的无奈沧桑 他真是悟得面面俱到 但他不讲哲学命题 他就是叫你呢 忍不住笑出来 然后突然明白呢 自己其实就在被笑的行列里 我们常常记得他很多金句了 说明天会更老啊 大家见面常常会说 明天不是更好 是更老 就是他很多金句 都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体物啊 然后他的这个幽默呢 也是非常独特 中国式的幽默呢 是讽视的刻薄 刚才这个张凤老师也提到 像张爱玲这种 这个包括像梁诗秋 因为我曾经专门在中国杂文史 是研究梁诗秋 他那种骂人的艺术 然后这个 吴灵瑶呢 他不是 他是迥异于一般女性作家的情感宣泄 而找到了幽默人格中的超越的境界 他是以客观的冷静洞察人士 包括审视他自己 所以呢 他的文字呢 是闪烁的一种啊 理性智慧的光芒 我们常说冷的幽默让人爽然清醒 暖的幽默呢 是婉然会心 我觉得吴灵瑶的幽默呢 是冷暖相继 他让我最动心的是呢 你听他的演讲 你不会觉得这个世界很可笑 而是你会觉得虽然这个世界到处有可笑 可是我们活着依然是这么好 就是活着是这么值得 这就是我对他的理解 因为时间的关系太晚了 我就不多讲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吴灵瑶 谢谢瑞玲 谢谢 谢谢吴灵瑶老师 谢谢 受军 谢谢张凤 谢谢瑞玲老师 张辉胜还在吗 我在 我在 多伦多 那您做最后的总结吧 好的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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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多伦多的这个 夜里十一点吧 我在海外外边溜完的 今天啊 确实很让我意外 吴灵瑶老师说是 可能会到500 我说这个周末 那不多会议 我们怎么会到500 结果不但到了 而且远远超过 最 结果由于我 刚才有个小聚会 这也是这个 结果呢 就是我也掉线了 李 李那个 李爱英也掉线了 李爱英专门开车 开了大概五六十分钟啊 跑到我们这个 露宾家里 这个管理员 他们两个合在一块儿 这个后来 大家看一下 他的背景已经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从这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书房 变成一个另外一个 我这个朋友的 这个就是 现在看来啊 我们还是 这个怪我 我们下次 如果再给 吴灵瑶老师 我们肯定会按 1000人来准备 一定让大家过把瘾 好吧 这个刚才我在看 咱们这个 现在还有376 我看到了 邵军 姚家伟 这个有名的 现在还在的 我看看啊 陈 是不是 陈少全啊 有那么多朋友 坚持在现在 顾月华 顾老师 我看到了 王威后的 可能也来了 这么多老师啊 来捧场 这个很难得 我想呢 我们下次一定 今天的这个油管 有点小故障 但是呢 这个也是 怪事变好事 我们好好的解 集过以后再挂 这样的话 力求达到最好的效果 但是呢 比较庆幸的是 我们的腾讯看点直播 一直在直播这一块 凡是有加了我微信的 我会把这个链接啊 可以回放的 发给大家 因为很晚了 你不耽误大家 就说这些 我就说这些 感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我们下一步啊 我们做的会更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五零一老师 谢谢张会社长 您的微信 那么也希望大家 继续着 关注 华人开放大学 文学大讲堂 那我们会继续 请五零一老师 来进行精彩的演讲 分享这种优温 到骨子里 对社会和时代的 一个非常好的 一种影响和作用 好 谢谢大家 感谢感谢 把这个谁啊 陆平啊 把这个直播 直接关了 直接关了 那个